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寶兒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波 小波還有寶兒今天要來介紹一本 3到12歲的小朋友適合看的圖畫書 這本書就叫做 小小舊園對 出動 好馬上我們就先來看看書的內容喔 將將將將 有什麼他們駕駛什麼工具 直升機、吊車、推主機、大卡車、踢車、怪獸 那這個小隊是由6個小朋友開的 6台不同的交通工具而組成的喔 那他們呢 要去各式各樣地方幫助不同的人 這本書主要是來培養孩子關懷互助的能力 並導孩子從營救任務中邊玩邊體會 學習關懷他人的力量 以及幫助別人的快樂 那最後呢也會有好的結果喔 那我們等一下要來介紹這本書呢 是適合4到12歲的小朋友來閱讀的喔 那這本書就叫做 一直一直往下挖 那我們可以先來看看書的封面喔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一本書的繪圖方式 跟一般的兒童繪本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除了畫風很特別以外呢 這一頁我們看到有兩個小朋友他們在做什麼啊 他們在挖地 他們在挖地喔 喔 那居然是兩個人一起挖地 就代表他們必須要團結合作啦 那這本書主要也在講說 在這兩個小朋友 在挖地的過程中 他們會遇到什麼樣的阻礙 那是不是要繼續挖 要繼續前進 要繼續嘗試 還是就停止了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圖畫書非常的高明 精湛 不言而喻的創造出一則 關於信心與人生的現代預言故事 它其實也是一個開放式的劇情 除了在挖地以外 還可以有很多的想像力 可以讓爸爸媽媽 還有小朋友一起開創不同的故事喔